假如老师变成了机器人 你们听说了吗 我们老师变成机器人了 机器人怎么可能呀 土豆你别开玩笑了 真的我不骗你们的 图伦们早上好啊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你们的机器人老师李如梦 大家好 我是机器人李如梦 原来是真的呀 这变成机器人了怎么上课呀 怎么上课这个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今天呢 我会问你们一些问题 你们正常回答就行了啊 你们呢 每答对一道题 我呀会奖励给你们一百包辣条 一百包辣条 行了 你上课吧 我就先走了啊 再见 小张 机器人老师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出吧 好的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一加一等于鸡 一加一等于鸡 这个我会 这题也太简单了吧 你没搞错吧 就是 幼儿园的小学生都会 土豆请回答 等于二 回答正确 奖励土豆一百包辣条 耶 一百包辣条就这样到手了 这辣条不是白色吗 老师你接着说 好的 二加二等于鸡 老师我知道 等于四 回答正确 奖励亚男一百包辣条 哇 这机器人也太好了吧 老师快给我出题啊 下一题 四加四等于多少 等于八 回答正确 奖励消息一百包辣条 耶 我也有辣条了 我们三个有三百包辣条了 机器人老师 这些辣条什么时候给我们呀 一会儿你们找小张友 哦 那还有问题要问我们吗 有 请问你们 每个月有二十八天 老机器人玩 升级难度了呀 老师这个我好像知道 鸭男请回答 嘿嘿 每个月都有二十八号 回答正确 再奖励一百包辣条 耶 我两百包辣条了 机器人老师 你接着出 有一个字 人人都会念错 是什么字 什么字都会念错 什么字呀 老师是错 恭喜小夕 又得到一百包辣条 耶 我也两百包了 我一百包 老师你接一位 人睡觉起来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 哎 我还知道 睁眼睛 回答正确 土豆也得到一百包辣条 耶 我也两百包辣条了 接着出 回答正确 奖励小夕 一百包辣条 没有什么 对 怎么样 非常好 校长 这个机器人老师出的题太小儿科了 幼儿园的同学们都会 没错 这个机器人老师 欠了我们好多包辣条呢 对 他说了 让我们找你脸 啊 欠了你们多少包啊 三万六千包 三万六千包 对 三万六千包 对 校长我们的辣条呢 什么时候给我们呀 我们等着吃它 这四万六千包 那岂不是要把我吃破产啊 校长 校长 你怎么了 快起来买辣条 恰了